第一手观察 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接规划 希望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 访问到旺报特派员戴瑞芬 来分析说明 瑞芬您好 几前好大家好 我是戴瑞芬 瑞芬我们看到上海自贸区挂牌至今 您可以帮我们观察一下 目前有出现什么样新的商业消费模式呢 上海自贸区在9月底的时候 即将挂牌 就是正式上阵要建满一年 那这个区域呢 原来它是一个保税区跟物流园区 总共有四大区合并而成的 那也就是说 把以前的那个保税区跟保税港区 做商品贸易的 现在呢 开辟成自贸区之后呢 例行金融跟经济的开放 就能够做服务贸易跟投资贸易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以前的这个保税区 做货柜的进出口 但是在自贸区之后呢 就可以做散货的生意 那么也因此呢 对于很多这个进驻场区的企业家来说 就是说 他想要布局整个大陆市场 那当然要有物流 可是呢 透过这个自贸区里头的一个保税的交易平台呢 就可以降低一个进入市场的门槛 也就是说呢 在里头就可以做散货的 进出口直购的 这个散货交易 对很多市民来说 你只要到了自贸区内呢 就可以等同区内关外 可以直购一些 以前可能要扣税 或者是中间层层剥削的一些商品 就可以变得是越来越便宜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假日的时候 很多上海的大妈大爷都会呼朋一半的 搭着这个地铁六号线到自贸区去抢购 哇 这些所谓的直销商品的中心 这种销售情况是相当热烈 您刚讲说呼朋一半过来 那商品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 对 因为在自贸区里头呢 只要是进口的都可以直购 那换句话说呢 在上海很多奢侈品 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在市面上 广布流传的一些商品食品呢 在自贸区内呢 不仅可以买到比较便宜 而且呢 货物保证充足 那像是他们就很流行一句话 他们说在自贸区里头买东西 那么进口的一些肉啊 水果啊 水产啊 都是只卖白菜价 那就像说 像在上海很多 这个专卖店买包的 很多都是要课征奢侈税 而且呢 它可能有一些经典款 你可能常常缺货买不到 但是你在自贸区呢 和专柜的价格比的话 便宜会至少两成 那么除了价格吸引之外呢 而且就是在市面上的一些 常见的家喻户晓的品牌包 其实在自贸区里头 还有更多一些国际进口的 知名的品牌包 那对于很多 就是想要特立独行 不想跟大家都一样拥有的 这些消费者来说 就可以捡到宝 所以呢 就会很风靡去自贸区买包 所以这个捡宝跟抢优惠啊 瑞芬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就是说 自贸区它优惠主要的原因 您刚刚讲说 还有个保税 这个保税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这个自贸区里头 主要就是说要做进出口的贸易 那也就是说透过自贸区这个平台 建立呢 它就可以有一个保税商品 那大部分他们的这个平台 是采取前店后库 也就是说我前面呢 是一个门店 主要是做进出口的进口 那后面我就是保税的仓储 那自贸区的这个保税区 主要就是说 我如果在这个平台上展示销售 那在这种模式下呢 我一方面返回区内 我也可以转口境外 重新做一个这个调货的处理 那如果说我是直购的话呢 我就可以避免中间一个环节 还有这个保税的税收 所以呢 我就可以大幅降低 商家的一个成本 那主要就是直销商品的直销中心 它不是免税店 它都是完税的商品 那只是说 它是直接面对第一线的消费者 也是省去了最后一公里 所以它直销中心 透过这样子的联系 减少了中间的一个流通成本 避免层层剥削 它对于消费者来说 就是最直接的购入手 就是可以大幅的降价 所以减低的这个流通成本 那瑞芬如果说 这有些货品没有卖完的话 对这些进口商来讲的话 它可以怎么样处理呢 那它一样 它本来就是做进出口的生意 它还是可以透过原先的这个进出口的保税平台 那么一方面还可以透过这个区域代理 那么进入大陆市场 或者是做转口的境外 重新进行全球的货物的运输调度 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过境的一个管道 并不会影响它原来的流通模式 所以就是对不管是卖家或者是买家 都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个状况 那瑞芬你怎么样看 这样的一个新的消费模式 或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可能会对整个大陆的消费场产生 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这个上海自贸区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施 复制在全大陆的每一个地方 就是把现在目前所有上百个 在大陆的这个保税区 都可以透过这个上海自贸区 一个成功的模式遍地开花 那为什么会选择上海 因为上海是大陆人均消费 比较高的城市 那么它相对于第二三名的 这个北京广州加起来的核 还要再多出两倍 另外就是上海的人均的餐饮消费 也是最高 那也就是说呢 上海人对于吃喝玩乐呢 花钱并不手软 那么选择在这个地方 做试点试水温 再复制到全大陆的话 那么可以透过这个 上海自贸区的一个金融改革 跟经济模式的创新 比较容易在大陆的各地 就是作为一个产业升级 转型的平台 所以说在上海自贸区这边 有任何的一个模式成功的话 就有机会破销 或者是复制到整个 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去发展 这也是上海自贸区 当初设立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目标 是 好 瑞芬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说 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消费市场 具有庞大的商机 那不晓得我们台湾的产品 目前在大陆市场上 就您的了解和观察 他们的一般的反应跟评价是怎么样呢 比较火红 就是在上海地区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美食夜市 就是比如说士林夜市的模式 小海进驻在上海 从景江乐园7月初开放 两个月到8月30号 戒满 这两个月可以造成非常蜂涌的人潮 那么在8月30号一结束 9月1号立刻就进入了市中心区的 一个商业区的shopping mall 那可见这个台湾夜市小吃 对于上海人造成的风景程度 那他们喜欢台湾的东西 除了好吃 主要是因为上海的消费能力提高了 但是对于食品的安全 却没有同样的速度跟上来 那么相对于台湾食品 对他们而言就认为说 吃的比较安心 那么品牌也比较有保障 所以一有台湾商品来的话 比较容易趋之若鹜 那么再加上之前的台湾进口的水果 还有一些饼干类 对于他们来讲 那么的确就是说口味创新 而且有很多品牌 就是几乎跟进口的欧美日货品牌 是水准一样的 那么台湾的商品又比较平价 所以当然他们就会选择 喜欢台湾的美食跟进口商品 水品只好加美味 然后再加上评价就获得消费者青睐 不过这个台湾产品 像大陆的消费市场这么大 如果台湾产品想要切入行销的话 瑞芬年观察有哪些重点要特别掌握的呢 一般来讲大部分出市水温探入大陆市场的话 可以寻先办展后对接找到代理之后再进入布局 通常刚进入大陆市场 一般模式就是依循外贸协会 每年都会在大陆各省市办一些台湾民品展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接的一个平台窗口 那么其实不止外贸协会 像刚刚提到那个市林业势 他们就是市林摊商的第二代 组成一个观光发展协会 那么我知道台湾还有其他业者 比如说连锁加盟业者 也各自组成了不同的平台 那么大家就是团报群聚的方式 大家极力不再单打独斗一起进入这个市场 那么共同以台湾美食或台湾品牌 开拓整个大陆市场 这样子一来呢 异象先银 而且呢 大家一起来的话呢 规模也可以做大做强 除了合作之外 瑞芬您观察会不会有些人会先从小范围开始 先做出口碑然后再扩散 还是怎么样去进行 会比较恰当呢 那么在大陆呢 常常有一个现象就是一窝蜂 比如广场舞跳大妈 大家就都跳小苹果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很喜欢所谓的走群众路线 就是大家一起风鸣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也很容易出现山寨板 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呢 刚开始进入大陆市场的话呢 一定要先求做好 再来才能够做大 做大之外呢 也不忘记 一定要做强跟做久 那这样子才能够保持 整个品牌的一个永续经营 是瑞芬那你怎么样看大陆的一些通路商 他知道台湾的产品在大陆消费者接受度高的话 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机会 或者是您的观察有什么样的模式呢 那通常呢 先透过伴展 大家就是把这个台湾品牌做大 然后透过机场的这个贸易洽台 可以跟大陆的代理或区域商做一些对接之外 然后后续的接单呢 才能够比较永久 那否则呢 你台湾的这个品牌或者是进口商 如果要直接进入大陆市场布局 也要考虑到呢 因为大陆的一线城市跟二三线城市 或者是三四线城市各有不同的消费水准 那么再加上大陆的东西南北浮原广大 南北口味啊 各地不同 那么你要先去做市场调查 要了解当地的消费的喜好 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一定要先透过这种重要据点市水温 伴展的情况去了解接到地气之后 再进入慢慢的布局 然后最好是找到一个信赖的合作代理商 可能会对于之后的拓展费物会比较顺 嗯 所以到当地消费长行销 要接接地气哦 做好布局哦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旺报特派员戴瑞芬 为我们分析说明 上海自贸区挂牌将近一年后 有出现了新的商业消费模式 另外台湾产品想要打开 大陆市场的大门 有何行销突为重点 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瑞芬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体贤